那你喝一杯地啤酒也可以 我是尹兆堅 花生當飯吃 吃完好有力 我是誰?就是山卡拉 生活態度就是這裏 HKPenut.com 好回來了 我們剛才說了很多 原來 VHS都未入正題 入正題之前 我覺得有些事都比較實際 例如我們香港人 如果去的話 我們用最便宜的方法去的話 那怎樣去呢 我剛才查過 原來是去 丹東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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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找一個最便宜的方法去丹東 沈陽 沈陽可以去到丹東 沈陽可以去很密的火車班 即是火車 火車去丹東多久? 一小時左右 一小時左右 一百元以內 一百元以內 所以我們要找一個最便宜的方法去沈陽 剛才我找到沈陽 如果去香港是三千多元 來回的話 如果去深圳去沈陽 便便宜很多 兩千元 你看到最便宜的 應該是來回的 都是來回的 都是來回的 其實1100元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去沈陽 最快的方法 最便宜的方法 就是去深圳 在深圳坐飛機 在深圳坐飛機去沈陽 我現在選擇的時間 就是11月 11月 我想平常的時間 其實就不是大時大節 如果你說加上一千元 再加上一千二元 一千二元 加上火車飛 加上團費 加上團費 四千元 四千二 但是11月 它已經沒有了表演 就應該是三千八度 它的表演到十月左右 如果沒有了表演 黑花八百元 就大約是三千四元 如果這樣計算的話 香港用這麼曲折的方法 去北韓 曲折嗎 即是香港去深圳 深圳去沈陽 沈陽去丹東 丹東就去北韓來回 至少你經四站 再計算一下 省了多少錢 剛才我們跟香港價錢去計算的話 香港最便宜是萬一 我現在計算到最便宜是 我當是七千元 七千元 即是港幣 萬一元便宜四千元 七千元去一次北韓 大概要請幾來假呢 請起碼過半禮拜假 不過你中間有很多資節要搞 你又訂很多不程的機票 火車 然後你自己又要跟丹東旅行社去聯絡 那你淘寶可以找到 那你也要跟淘寶聯絡 那你直接去香港 你發訊息就搞定了 我好像也是這一間 菲珠 這間什麼 丹東天雄國際旅行社 不過其實他都很艱脆 最後都是集合買一樣 都是群組合一起出發 剛剛就跟各位計算了 七千元就去北韓 最便宜 即是六七千元 你加上智慧也七千元 還有要早些報名 我後來才知道原來是很搶手 很搶手的北韓團 因為我也是很早之前報 但我很早之前報 是因為反正我打算暑假 所以我就帶了早一個月去報名 然後我的團友都說 原來他們都要好早就報 如果你是很問水機才報 那一定是沒有位 其實在大陸也有很多人去 也有很多人去 還有很多都是上了年紀 中年的人去 他想尋回七十年代的自己 為什麼 因為很多人都這樣說 去到北韓就好像以前的大陸 像的 很多人都是這樣說 當然 現在大陸發展起來 國家發展起來 這樣就先進了 原來你去到北韓 又好像沉回以前在大陸的味道 所以就很多我們國內的同胞 就去沉一下這種味道 但我猜他去 可能有一部份是這樣想 但可能有一部份 純粹抱著一個去旅行 去玩的態度 因為他們真的很典型 大陸人去玩 即不斷地買東西 狂買去都可以買很多東西 你一說去買東西 其實大家去想北韓旅行 有什麼買呢 其實我最初都以為北韓好東西 但北韓有很多東西 原來第一 北韓的護膚品 春香牌也是挺出名 我們去看看那個護膚品 是第一天的嗎 對 因為我那時候 雖然是助長的 北韓貪男的風氣不太好 但我也忍不住買了一些 因為我們買東西 一定是用人民幣來付錢 你可以看到一支化妝 25元美白的 30元 人民幣計價 人民幣計價 其實是很划算的 而且很有趣 你看到這裡 中間有一條高麗芯 雖然官民論高麗芯 對於美白的功能 又沒有效 但你看到這個好像很划算 有一條芯 而且它真的挺厲害 它用玻璃來包 通常護膚品 用玻璃來包裝 不過也是 好像懶惰SK-II 而且很多人買高麗芯 高麗芯都多人買 一盒盒鐵罐 除了高麗芯之外 他們什麼都買過 還有一些羽毛線 還有一些合作社出產的生果 還有一些酒 煙 而且很多人買煙 那些什麼777牌 他們說在那裡買 就是很出名的 總之是買很多東西 我都始料不及 其實全世界人都明白一件事 如果你要做中國人生意 你一定要給它買 所以就算北韓多窮 或多沒有產品 我覺得他們一定要 可能吹噓 這個煙很好 很有名 這個產品也很有名 所有產品在它那裡 都說很有名 可以讓我們國內同胞 可以享受一下購物的樂趣 還有他們習慣了 可能旅遊模式就是買東西 就算回來第四天 即是你說大陸人 新二洲那天 它依然有餐車上面 賣很多東西 你看到它是 雖然說是共產國家 但它是分了必真的買東西 這個賣市都很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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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也是北韓 北越是平壤 空陰 應該都是平壤 即是平壤的火車站 這個賣市都挺正的 我都說它對外一定是白正 總之是被你見到的 都一定是不差的 但我看它站得很累 你看這隻腳 鋪了不如你過去搭 鋪了不就坐 這個賣的就是普通一點 但到新二洲那站 上面放全部高麗芯 煙 化妝品 即是免稅品 這些類似免稅品的東西 它真的一大堆人文帝在數 所以賣這些套餐 我想它都是一個很主要的收入 所以我們坐在北韓 你一說想去北韓 其實我在我心裏 我經常都是有這個酬儲 你去就助長了這個邪惡俗心 但又很想去探究一下這個神秘 經常都有這個心理 尤其是有些人會覺得 北韓一定要跟團 沒有什麼去看 但我自己想 我就反過來 我就是想看看 我們被監視一下 看北韓是什麼樣子 它到底會跟我們灌輸什麼 這個我覺得才是最有趣的地方 我們就要入題了 這個你就去到一個 James Franco的困局 是的 而且我們去到才知道 原來我們去到 他很討厭別人叫他去到北韓 他叫他去到朝鮮 這個情況有點像 之前的 馬其頓 就是馬其頓 什麼叫馬其頓 希臘人這麼討厭他 叫自己馬其頓 馬其頓 應該是希臘秘祖先 正索 馬其頓這個名字其實很有型 本身是太陽之國 還是什麼 就是這樣 大哥 祖先的名字被你偷了來用 非常之不滿 其實這也是跟北韓 南北韓的情況 他們的主權和民族性 他就會定義對方不是叫韓國 而是叫南朝鮮 朝鮮其實是東方的太陽 還是什麼 太陽之國之類的意思 類似是這樣的意思 他也有說過 因為他展示給我們看的 就是他很想兩個地方是同一 他很想兩個民族是United 但是中間就有一些很可惡的 美帝國主義 就是從中阻撓 從中作梗 他就不斷地說 其實我們真的不介意叫什麼名字 就算叫高麗國 什麼聯合國都無所謂 因為反正大家的同源都是高麗 朝鮮 即是高麗的時代 其實我們上次都講過 上次講南韓都講過 其實我上次去 我也是 跟導遊說 其實他們也是 那些人民也是 他說都是很想統一 連南韓人也是很想統一 南韓人也是 南韓人也是 其實現在南韓已經做好基建 如果你的政治是能夠談得到的 那些鐵路就會駁回來了 他都說很久之前 1993年 1994年 本身談好的 不知道後來是 零幾年 什麼李鳴駁上任的時候 這個我聽過 其實是兩代人 現在的年輕人 其實就 沒有 跟以前那些舊的人 我們香港不同 我們香港的舊一代人 即是大中華膠 其實他們的中國意識是比較重的 但年輕人反而不是 可能是天然毒 可能是 那你在南韓來說 又反過來 老一代 其實是很反北韓 因為他們也是經歷過 對 經歷過北韓 而且他們覺得 北韓經常說謊 經常說謊 其實我們上次也介紹過 後面挖隧道過來 又怎樣騙你 其實他們被人騙了很多 簡單來說他們被人騙了很多次 但又騙了很多次 或者這次是真的 他們經常會這樣想 剛才簽的書也挺有趣 它是去到不是跛腳 這個其實他叫我們簽一張不知什麼書 最後那天 他就說確保要我們同意的tour很順利完成 還是要我們簽字作實 然後上面寫了 哪一個導遊非常盡責講解 非常遠視整個服務都非常好 全部都是洋人 讚美支持 你們只是簽名 我們只是簽名 我反而想知道 如果你說不是的話 那會有什麼後果 你試完說就知道 反正沒有 平時我們上課後 最後有個文件 然後叫你踢 現在是踢都沒得踢 你只是說要簽名作實 而且他沒有跟我們說 原來上面寫了這堆東西 因為是韓文 不是的 是中文 他只是跟他說 現在已經順利完成了tour 那大家不可以簽一張東西 但上面原來寫了這麼多東西 我簽的時候 我覺得很搞笑 然後就承認一下 免得自己忘記 那我們要出發了 還未出發 這幾天行程是怎樣 第一天其實你也是安頓 其實也沒什麼特別 在丹東出發 是四天 早上集合 我們是八點多集合 我們是在丹東火車站 之後就要過關 過關這裡也有照片 第一天 其實是有儀橋那裡過關 我們會穿過鴨綠缸的斷橋 這裡就是斷橋 因為我們之前要早點傳我們的照片 還有護照資料給他 這個就是tourist card 後面就是我的資料 我拍了那個正面 會收回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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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個就是簽證 這是類似的 然後我們就經過鴨綠缸斷橋 他斷了 別人只是想去看一看 我們就很威風了 在旁邊經過 可以去看 這裡是一個景點 對 絕對是 還有這裡 其實有些人是偷渡 就是偷渡上來這裡 偷渡上來 可能是 因為這期說偷渡 我也有想起 我之前認識一個台灣的 他跟我說 其實他去北韓 他還跟我說 報團有什麼好玩 我當然是偷渡進去玩 他說去認識別人 可以帶人去偷渡 你偷渡進去 你未必會回來的 對 我只怕我老坦 出發第十年之後 不是 你偷渡進去玩 你偷渡進去玩 我覺得 對我來說太過分了 我心想去玩 你認識一個台灣人 真的會這樣玩 他跟我說 可不可以介紹他上來 他去台灣 如果來到也沒關係 沒所謂 但我不知道他是真還是假 很老實 這個很重要 他有發過一兩張照片給我看 但就是 以我所知 偷渡去北韓就像做間諜 我覺得未知我真的偷渡 可能他有一個認識 譬如 因為其實很多人進去北韓做生意 台灣人 他就是以一個陪伴做生意的認識 進去玩 你走得到才行 那他做生意 而且很多人進去開 而且大陸要讓你入境才行 那你做生意 你做生意 你做生意就有很多智人 即是要認識人 認識人 認識人 因為其實有很多大陸人 進去那裡開廠 因為我同房的阿姨 他在丹東那裡已經生活了 一段很長的時間 他就說很多大陸人 其實在丹東那邊開廠 因為他真的說 薪金是真的不用錢 可能是一個月 即是一百元人仔 一百元一個月 對 一百元人仔 買起一個月 然後就已經說不好意思 我已經不再跟你合作 即是成本可以很便宜 但風險可以很高 對 風險可以很高 即是未必可能是最下城市 你投資了 即是你預了血本無歸 即是Day1就預了血本無歸 對 看你冒不冒這個險 這個就是我們等著乘火車的時候 其實那一陣子我已經覺得很驚訝 原來北韓的女生這樣 你看這一陣子 這些是北韓女生來的 北韓女生來的 全部都是極度白正 極度爭肯 這個已經是北韓的 這個還在大陸丹東那裡 因為他們說真的 有機會出國的時候 一定是有分數 即是這些是回國的北韓人 即是等著乘火車 即是是精英來的 當然是 你看他們的樣子也是精英的樣子 這個很明顯就不是了 這個就是大凍大媽 這個全部都是美女 對 全部都是五官很精緻 是不是在做什麼 我覺得他有選過 因為很有趣的導遊跟我們說 就是很出名的 就是北韓就是女生漂亮 南朝鮮就是男生漂亮 這些是否去大陸做什麼 即是做part time的 即是外賣的 有可能的 因為這班女生是不是不知道 但其實也有定期 有一班的女生去丹東那裡 是丹東那裡的酒店等等 送外賣 我不知道是不是送外賣 我說另一個正當的職業 有很多歌舞團 是的 有很多歌舞團 你知道北韓都是很出名 他們的歌舞團 所以其實北韓定期有很多歌舞團 就會去大陸那邊表演 當然除了表演歌舞之外 即是表演完之後 就有夏文 那有沒有東西 就不知道了 曹總 你要你看看 這個真的交給你 中間這個有點像假曉神 像JJ 因為通常他們一做 就大做兩三年左右 但我問過他們只可以 活動範圍在酒店裏面 他們在酒店那裡 很多事情可以發生的 他不可以隨便出去 當時我中間也有遇到一些大陸人 他們跟我談 就算他過去工作 可能是三千元一個月的工資 扣剩三百元 其實人工都很高 大陸是三千元個月 他國內人一百元一個月 只有三十個工資 但那些錢不是全部入袋 我知道 可能扣剩三百元 但人工還是繼續高 當教授 那當然是跳舞 當然是跳舞 好像曹總理所說 收入不單只是錢用上的收入 可能他自己這樣做得多 都可以移民去大陸 應該不行 我有問過可不可以 他說不行 他說一定要回來 一定要回來 其實他們有仁智 經常都這樣說 親戚都在債道 如果你走了 是雷全家 而且很有趣 他出發的時候 這裏就是丹東那裏出發 他經常說強調 他很好笑的 他的Email那裏不是說毛澤東像 他是毛主席像 毛主席像 是毛主席 這是我們的導遊 其實這個導遊也挺好的 他不是負責介紹很多 但有時候他跟我們說 都會說一些真相關 例如搭地鐵 我真的問他 是不是每個站都這麼漂亮 他說不是 這兩個站才是 例如是這樣 這個導遊也挺好的 他也有提醒我們 我們就說進去的時候 有些東西不可以說 金皮精子不可以說 還有他偉大的金主席 金將軍 金主席和金將軍 這個都值得說一說 為什麼有這兩個名堂呢 只有金日成 才可以叫金主席 其餘金正日和金正恩 只可以叫金將軍 憲法有寫的 原來是憲法 有寫的 他不可以叫他們的花名 還有他有特別跟我們說 你不要企圖挑戰他們 還有他有提醒我們 因為第一天 由平洋 經過新義州 進去平洋 搭大約六個小時的火車 他跟我們說 這六個小時的時候 你不如看看風景 因為只有這六個小時 你才可以看到 真實的不寒是什麼樣子 這樣嗎 我覺得這個領隊很好 我覺得這個領隊很好 所以我這一刻 這個領隊很好 而且他很聰明 譬如在地鐵站拍照 即是他找到海中名義 你是假不寒 即是假不寒之旅 他還主動幫我們拍照 他還知道我想拍攝那個職員 特意幫我拍地鐵的職員 他很有經驗 他很有經驗 這個是你拍的 不是他拍的 這個當然是我拍的 他不知道是誰的車卡 這個我偷偷地拍的 然後我拍完之後 我都很害怕沒有發音 馬上就收起來了 所以這條沿路 都是去所謂真實的不寒 嘩 你看到原始很多 那些人是黑實 還有那些人是熱情很多 譬如這兩個乘單車的人 有沒有向你揮手 有啊 我剛剛想說 他就是搖搖和我們揮手 真的很開心 但是你去到城市 你看到那些人的面子 是完全不同的 是很冷漠 是很目口目瞞 甚至坐在我旁邊的山東大媽 也有跟我說 不知為何覺得 北韓那些人好像很冷漠 好像都不開心 明明我去南韓的時候 那些人都是很開心很熱情的 他用南韓給他 他真的跟我說 明明很開心很開懷 但這裏我覺得那些人真的很壓抑 但他只是一個大媽 他都可以覆盡到這裏 這是一個感受 很直接感受 大媽有很多人生經驗 你別說只是一個大媽 三東大媽 因為很明顯 我跟那個導遊 我問他事情 他都說的是很冷漠 即是說北韓那個導遊 北韓那個導遊 因為北韓有兩個導遊 一個就是著力介紹景點 另一個就是尹堂和美跟著我們 叫做照顧你們 叫做照顧你們 有時候有些事情 不太願意回答你 看是沒有什麼特別的表情 所以都很感受到 山東大媽說的那個 因為我都很感受到 還有這些面貌 我想都是很朝鮮的情況 我有想過這些照片 會不會以前不給拍的 因為我記得以前的人說過 朝鮮不好的面貌 都很難看 所以這次我也怕他會刪除照片 為什麼呢 因為我在這個 丹東那裡 我等著那輛車過的時候 等我行來的時候 我無聊在那裡拍照 然後中間那裡 有一個軍人看到我拍照 然後就問我你拍什麼 然後叫我給他手機 看到他拍什麼 我拍的時候 我用iPhone拍的 我帶給他 因為我都怕他會問我 所以我是小米手機 我都是偷偷拍了幾張垃圾照 我就展示給他看 不是 剛才我拍出來的風景 現在回大陸是要這樣 但他不管 3、7、21 不停地刪除照片 他直接主動刪除你的照片 他直接刪除到 連我丹東的照片都刪除了 我說這照片是中國拍的 你也要刪除 他才會停手 這裏六個小時之後 就去到平壤 這裏就是平壤 平壤街道 其實我們沒有什麼機會 可以在街道那裡走 因為他是直接叫我們 點到點 上車、下車、下車 你不會是自由 不要說自由 首先接觸當地人也不會 沒有機會 接觸當地社區也不會 真的 所謂點到點就是 去到某一些景點 正是去景點 那個範圍 去那個社區 就算是讓你接觸那些人 都去安排好那些人 設計的 對 第二天他就說 帶我們去看那個所謂的合作社 農業合作社 他有一些示範單位 很美好的 對 譬如這裏看到人口種的田 看看多美好 整個 後面那間屋都漂亮 漂亮的 對 因為這個是示範單位 然後還有 這個就是他那些托兒所 有兒園園 對 因為他說 因為那些家庭 是鼓吹人生多些小朋友 他生完之後 就說會有中央的托兒所 幫他們去照顧小朋友 當我們去到每一間房間的時候 這些小朋友就會開始唱歌 即是你有去參觀的 對 這次拍單位 老師就會開始彈著同一首歌 已經彈著同一首歌 這些小朋友就開始唱歌 這些小朋友其實都是黑黑瘦瘦 然後這個攝影哥哥就會一直拍攝 這就是那個大會指定攝影師 沒錯 一級的攝影師 然後很有趣 小朋友看到我們這麼多遊客 好奇望望的時候 然後那個攝影師就會叫學科 小朋友向前面看 每個課室都是千篇一律去唱歌 這個就是那個合作社嗎 這個合作社 合作社可能有中央的地方 有中央的地方 也有托兒院 其實我覺得感覺很像 去了以色列的Kibbutz 哦 Kibbutz是真的Kibbutz 這個就是示範單位 這個是另一個示範單位 真的很有趣 你看看真的很有示範單位 很整潔 譬如你這個廚房 你真的懷疑他會煮過食物 哈哈哈哈 一些油煙都沒有 一些油煙都沒有 還有我找不到爐頭在哪裏 我回到酒店看的時候 我才跟我同房的大媽說 這個爐頭呢 還有那些碗呢 是不動的 是不動的 正常的 怎會這樣放一個碗 沒有錯 怎會這樣倒轉吸 不會這樣吸 還有那個很奇怪 這個睡房的被子又沒有一張 只有一個枕頭 其實整件事 真的給你看 而且他很快 他真的被我們轉一轉看一看 你不能 即是開門進去繞個圈 完全是繞個圈 他不會讓你久留 因為他是趕你走 當然一定是小不了 就是我們偉大的金主席的照片 這兩個就是蘇哥的屋主 沒錯 見到嗎 還有黃曼師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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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還有一個蓋著 我不知道是螢幕還是電視機 然後這裡有一排 就是春香牌的化妝品 很標準 很標準 是好示範單位 但我的感受就是 整件事很怪悶 即是有很可能 一個正常的家裡 沒有理由整潔到這樣 我們由自由民主社會 走到這些地方 你就會覺得那種很假的感覺 對 很調味 他們就一直在門口等著我們 看看我們什麼時候出來 這個就是導遊 但他拍的是什麼呢 會不會是拍攝你遊客的反應 他拍攝我們和他拍攝 他就是說幫我們紀錄這個旅程的點滴 然後就賣回DVD給你 然後就賣回DVD給他們 200元一隻 他就這樣說 但其實知道 在我來說 我就會覺得是有監視 還有很有趣的 普通的平房是這樣的 這個導遊的時候 他也有特別跟我們說 就是 剛才有一個 你有沒有留意到 咦? 剛才有一張 他們家家 很多戶門口都有些什麼 窗口 那盆花 對 那盆花 原來對我們來說 如果在外面浪衣 是一件很刁臉的事 所以一定要大家 在外面有一盆花 導遊不知是搞笑的 認真 認真地跟他說 因為他以前家裡沒有花 所以就被隔離女子嫌棄 所以他家裡特地做了一盆假花 所以就說 你家裡真的很有文化 其實很老實說 這些事你都可以觀察到嗎? 很厲害 這是他講的 但他講的時候 我也有留意 但我沒聽 我沒想到他會主動 因為他也會主動說幾多話 我覺得你住在這座建築 你不需要太過莊撞 大家都 大家可以住在這座 都是差不多的 但他可能怕那些人言可惡 隔離女子寫著 原來你家裡這麼沒有文化 就隨便弄一盆假花 在這裏敷衍一下 容易相處 還有我們參觀景點 很多都是很政治的 那些紀念塔 朝鮮中國友誼紀念塔 他經常都很強調 到底他跟中國的關係有多好 譬如這裏很有趣 他一開始我也不明白為什麼 去到這個位置 不見了 這裏也是塔裏面 進去這個塔之前 這裏是講他當時的打仗 你可以看到中國人 如何幫助他們 這裏很明顯 那兩個友好關係 那些柔華 而且他很討厭美帝國主義 所以有一個美帝慘敗相 他真的這樣說 慘敗相 那些是美軍 那些是美軍 還有一個紀念冊 就是當時有多少中國的兵 在那裏犧牲了 成為烈士 一等公常 這裏有說 烈士有多少犧牲了 所以進去那個塔的時候 很有趣的 我們一上去 有個女生拿著一藍的花 每個人都要買一堆花 要買的嗎 要買花 一堆花是20元 要獻花 好了 獻花放在那裏 我心想轉過頭就收完這花 然後再買給你 但是收你的錢 那20元幾好收 但你會不會有時間拍到照片 我有 我記得我撿了出來 我停下線 是不是在底 可不可以教 應該是 欠花 哦 就是這樣 對呀 但我發現這個團 我一開始都沒有想過 但每個人都買花 只有我和另一個人沒有買花 即是你沒有買的 我沒有買啊 傻瓜 多少錢賺 20元 他又不是強制 他不是強制 但後來我再看那張 原來那個Liflet上面有寫下 是強制的 他就說 很整齊地排了那些花 他就說 到時大家可以去買花 欠花 你去那時是幾點來的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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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下午你去的時候 是不是本來沒有這些花 好像也有 也有的 也有些花 也有些花 即是做樣子 他來來來去 說真的 你只有兩顆花 一顆花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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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斷地交替也不太難 好了 這節時間參與 我們待會回來說一下阿里郎 很厲害